为了迎战巴黎奥运赛事 我国启动了金牌之路计划 势必要让大马队多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体育分析员认为 我国选手在这一次奥运夺金几率达三到五成 尤其是羽毛球男单、男双和脚踏车项目 都是夺冠的热门项目 但是我国运动竟然在这几个项目 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 尤其是要争取奥运手金的压力 或许会影响发挥 中间这枚雕有胜利女神图像金灿灿的奖牌 想必是所有运动员的最终梦想 而我国也不例外 截至目前大马队拿下八银五同 共十三枚奥运奖牌 纵观历届奥运 我国在2016年的礼约奥运会 是最具夺金钱力的一届 当时羽毛球男单、男双、混双和天赛 跳水项目都杀尽决赛 而场地脚车选手阿兹祖也正值巅峰时期 但最终依然难破金牌荒 分析认为今年我国所派出的20多名选手 从阵容来看 要拿下金牌的几率是三到五成 尽管有一定的挑战 但不无可能 阿吉祖我们的自行车传奇 以他过去的经验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机会 为大马实现这个金牌的梦想 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啦 我就觉得就是主要他之前就发生有心脏的这个问题嘛 也动过了手术 而且今年也36岁了 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放弃其中一项 专注在他最强的那个项目 就是起零赛 他的增进的机会会更高啦 最近羽毛球第一指甲 虽然之前他经历了这个起伏不定的这个问题 但是最近几个比赛他拿了两个冠军 而且是在靠近这个奥运会之前 我觉得这对他心情上来讲是有很大的提升 分析认为相比羽球男单 男双的竞争更加激烈 排名前十选手的实力都旗鼓相当 但以解苏组合每每征战大型赛事 都能为我国贡献奖牌的表现来看 相信他们是可以从上届奥运的同牌佳绩 更上一层楼 只是运动员单靠训练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 以平常心应战 选手在赛场上心里要够强大 你才能战胜对手 所以我觉得每个选手搭进来都觉得 我可能会不会是大马基督创始人 大马第一斤就是我了 大马第一斤就是我 就我大家就那差一点点就突破不了了 所以这个第一斤也可能是大马的致命山 事实上东南亚十一个国家当中 六个国家拿过奥运奖牌 当中就只有泰国 印尼 越南 菲律宾和新加坡 五个国家成功夺金 相较之下有些人会认为 我国体坛近这几年的发展 似乎停滞不前 但两名受访的资深媒体人不这么认为 林良生觉得我国的篮球队 国族和羽毛球队近这几年都有很大的进步 石川威同样认为我国体坛有在前进 只是相较其他国家步伐比较慢而已 而这个情况之所以会出现 和资源分配不均有很大关系 过去的几年我们除了在政治经历了这个动荡 也有因为遇到这个MCO 这个疫情的原因 就是导致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在抗疫 还有就是在这个政治方面 所以在所有的资金或者是各方面 他们就没有投入在太多在这个体育 对我们国家体育很大的影响 就是过去那三十年 因为很多就是从运动员他们那边的feedback 就是主要过去几年 因为国家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有减少 在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方面就有所影响 分析认为要发展体坛 中国和美国等体育强国 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像是中国从小重点培育运动健儿的做法 值得参考 而美国将运动职业化 不仅能提升运动员的竞争力 也能吸引赞助 更好的栽培选手 我们以球来做个例子 现在我举办一个大职业联赛 有十只球队 十只球队一只球队可能会养十个球员 这样就不是这边十个球队里面 我最少有一百个选手在那边 可以参加比赛 这样有量了 那一百个人是长期在训练 长期在去比赛 至少每次我国家队跳选的时候 我最少有一百个选手在那边可以去跳水 他们有更多的竞争 就会水平会更高 所以职业化就是这个原理 像是美国早早就把运动职业化 体育产业也是以大型赛事为核心 例如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 和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超级晚 都是将运动职业化的成功例子 单说这两项运动 基本上赛场都是作物虚席 受众群非常庞大 因此我国政府也可以多花些心思 投入更多资源推行政策 让更多运动职业化 有了受众群和运动健将 这样一来就不愁体育后备人轻狂不接 也能让国家体坛蓬勃发展 法度空间与伟健专题报道 intelligent都无被计判 因为暂时都有좋 ي进入 投入摩修操这些地方 遍感写着 都不得领受迂 Our living day 以远备的也得 concerned 未经认为 Paula 生 Philosophy 起不见 忌三